蠻多像這個資料庫過來的東西 一定都會類似像這樣 一個編號對上一個名稱 一個編號對上一個名稱 但是如果以前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你變成你要土法鏈剛挖 不得了了 你可能要做 會花非常多時間 是做了出來 可是變成說你要一個個比對 然後一個一個去把資料查過來 那曠日廢死 但目前這個方法已經夠快了 可是變成你要一次做完 兩次三次四四五次 那你可能要做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勞永逸 做一次之後呢 向右向下就全部完成 當然有 不過這邊可能會需要 多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呢 請你把什麼 剛剛的公式 把它改成什麼 本來是用選取這個範圍 這樣的選取範圍 那把這個範圍改成一個名稱 用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 名稱怎麼代替範圍 一請你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這個範圍叫性別 性別剛好在他的左上角 所以我先把這個性別兩個字複製好了 複製做什麼呢 再把底下這個範圍選起來 上面有個名稱方塊 你把它輸入上去叫性別 Enter一下 這個範圍就叫做性別 那一樣的方式 那一樣的方式 這個複製年齡嘛 這裡下的叫什麼 叫年齡 教育程度 以此類推啦 反正就是 記得你那個動作 記得就是選完這個 記得什麼 再選下面 把這個叫他的名稱 最後記得按個Enter 那以此類推 這樣的話呢 總共會有14個範圍 你就會需要做14個名稱 然後後面都一樣 我就 那再來的話呢 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做的 性別 對應到的範圍就在這裡 然後年齡 這些範圍在這裡 OK 那底下的話會有14個 要不然全部都要做 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之後的話 你就只要做一次 後面14個欄位 跟那個所有的資料呢 就不需要重複做了 這個方法是最快的 可是做完這一件事情之後的話 你還要再做第二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切到這邊來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 如果前面已經有個名稱的話 那剛剛這個table array 我們就不要用選了 我們用F3 這個的話是查什麼 查性別 就性別名稱給他 所以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一個範圍 OK 然後這個範圍的話 他會幫你 也是要幫你帶過來 所以以後的話 相對的那個公式上面 也會比較好理解 一看就知道了 OK 但是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出來 向下填滿 那下面一個呢 其實到底也是一樣 剛剛我們也是用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按F3 然後年齡跟他講一下 過來 那向下填滿OK 以此類推 可是你會想說 那還是一樣啊 頂多只是說把公式裡面 置換成這個性別的名稱 那如果說我要讓它更快一點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在那個欄位名稱 跟這邊的名稱 其實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我將來怎麼樣 可以喔 用這個名稱 把它放過來 那它基本上喔 欸 就可以直接抓上面的欄位名稱 不就可以抓到那個 那個範圍的嗎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這樣的概念的話 欸 那其實就可以完成 快速完成喔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上面的求診格裡面是放性別兩個字 那你帶過來之後的話喔 它雖然可以把兩個字帶過來 但是它不會自動把 那兩個字喔 變成一個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那兩個字要變成範圍的話 還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indulator 那個indulator的話 怎麼做喔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說我今天呢 已經做完了喔 比如說我剛剛的那個 那我不希望說 我每次都要去抓上面的名稱 那我可以直接把這邊這兩個字刪掉喔 然後我直接怎麼樣 直接去抓那個 上面這兩個字 所以 欸 游標點一下這邊 性別 那你會發現它會把性別這兩個字帶過來 但是你會發現它這個帶過來的話 B 裡面是放性別沒錯 但是後面沒有帶任何東西 為什麼因為上面是 兩個字性別它不是一個範圍 所以你要真的把這兩個字裡面對應到的範圍抓過來的話 還有一個最重要也是這一題最難的就是要在這個B1前面加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呢叫indulator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in DIR ECT indulator 這個前掛呼一下 後掛呼一下 這個函數主要的目的就是說我要把這個兩個字 變成對應的那個名稱的話 OK那你一定要加這一個 函數而且字不能打錯喔 所以將來如果考試的話考到這一題你如果考到這一題的話 應該最難的是在這個地方 OK喔 如果你OK之後的話呢 你把它按確定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出錯為什麼 對要鎖定嘛 鎖哪裡呢 特別之外因為向下填滿嘛我講過 這個地方會變沒錯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變 對 鎖在哪裡呢 E的前面嘛 對 B要不要鎖 B不用鎖為什麼因為B要跑跑過去嘛 OK所以特別最後最後記得這邊要加個錢的符號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好了 那如果說年齡 假設我們後面剛剛只有做 到月收入好了我剛剛我清單好像我沒有全部做 好像做到月收入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已經有做好的名稱的話其實你只要怎樣 只要向右 放開 全部做完了 向下的話呢 你就再拉一下 全部做完 那也就是說齁 如果我現在呢可以把後面的所有名稱都做完的話 那其實我只要向右到底 向下到底 那就全部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 聽懂我的意思吧 齁齁齁 這一招如果會的話 工作太輕鬆了 真的很多 很多人在職場上面不會這個方法 那不會這個方法怎麼辦 就慢慢來嘛對不對 慢慢來嘛 反正 有的是時間嘛 可是老闆不是那麼認為 老闆 為什麼那個人可以你為什麼不行 其實職場上就這樣啦 他會比較 老闆一定是比較喜歡那個 能力跟效率高的 等 就會被留下來 所以年中已經 也許 有沒有 那種假設公司可能要裁員的話 那優先裁誰呢 大家應該可想而知了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成為 隨時 被裁掉的那個人的話 你就要記得齁 不斷可能還是要多學一點 好那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 In the race函數之前 你要先學會名稱 那名稱部分的話我們剛剛是什麼 把 這個的名稱先複製 給他一個名稱叫性別 一直類推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嘛 先複製嘛 Ctrl C 然後選這邊 然後Ctrl V Enter一下 所以底下如果你要全部做完的話 那就是Ctrl C 然後這邊貼一下 所以動作都一樣 只是說這個 這個地方定義名稱 他沒有 沒有更快的方法 目前的話 就變成說只是這裡需要 土法煉鋼一下 其他地方都不需要 但是你說 花時間倒也是還好 就是說反正就是 游標放這邊 選這邊 然後貼上去Enter 記得最後要Enter一下 那以此類推 這樣子 那兩三下的話呢 就把這邊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 就可以一次 全部OK了 全部一次OK的話 那我把這邊先 應該知道我在我的動作啦 只是說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要熟練 那再來的話做完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 這些 其實我把這些全部刪掉 重來一次 這邊 把它Delete掉 其實你只要做出一個 一個之後的話 其他 向右 到這邊 放開 有沒有發現 全部OK了 然後你在 向下點這邊就不用 再向下拉了 因為 這邊記得是空的 如果都空的只有拉 橫向一粒 最後這邊點兩下 他就全部 感覺像變魔術一樣 全部就完成 那你如果說 這個做完之後 你才有辦法再去做後面的樞紐分析表 比如說你想要分析什麼 分析說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 性別 性別幾個 男女有沒有出來了 如果說你要分析什麼年齡 年齡層的話呢 那你怎麼樣 可以把年齡層 有沒有 快速拖拉 年齡放過來 你就知道 這個 個佔比多少 另外的話呢 每一個項目 各佔比 比如說 最常看哪些雜誌 你可以統計出來 馬上知道 而且這邊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比如人家把它改分比的話 這邊有欄位設定 你可以把顯示方式改成什麼 百分比就好了 他就百分比出現 如果你不要那個 小數點的話 你就把小數點拿掉 你看 一個報表就出來了 甚至你最後可以排序 排序在資料裡面 老闆說 你幫我排序一下 這裡面 這個幫我算一下哪一些是最 最多人買的那種雜誌 另外他會突然說 那那些雜誌裡面 性別 跟性別有沒有關係 你就把性別拉過來 拉到欄有沒有 性別馬上出現 這些人裡面 那個什麼呢 廣告設計是賣最好的 那其中的話 好像男生 佔的比例 還是比較高一些 一些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 如果你懂得利用這些方法的話 馬上可以分析出 一個你要的結果 就像說最近 那個選 選舉也是這樣 比如說到底 哪一些人 喜歡投票給哪些候選的 他們有沒有 不同族群 比如說像台北市 市長好了 大家都知道 那 可以感覺出來 應該好像這一次是年輕人 有出來投票 不然的話 那個科P可能就落選 那個科P最近自己上 也講說 還好年輕人有出來投票 不然的話就落選 所以我那一天我就想說 天氣 可能也要配合 因為那一天天氣還蠻好的 年輕人都會出來投票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天氣不好 那天如果刮大風下大雨 我看 應該科P就無法連任 因為年輕人不出來投票 那可能 就會改變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就樞紐分析表才有辦法做 那如果說你剛剛沒有把這做出來 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你會發現你插入樞紐分析表 你要分析的話就會是問題 年齡 你會發現他出來變這樣子 沒辦法分析 除非說你要怎麼 自己在轉一下 那自己在轉其實也蠻麻煩 不如把原來的資料先轉好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Indirect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 第一個 這邊可能會有 三個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 你要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 名稱先定義好 所以這邊的話總共會有 14個名稱 14個名稱的話 先把它定義 14欄 14個名稱 我剛剛做過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用 上面的欄位名稱 把它轉成 範圍 名稱轉範圍 用Indirect 所以 名稱 第三個記得 鎖B1的E 第三個記得 第三個記得 讓我按摩 就是說 谢谢大家